大家好,我是温某人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RG-144分之一Giyong 一年战争最后的魔王机 脚只是装饰品 相信只要有在看钢弹作品的朋友 一定对它不陌生 不过事实上去年10月的时候 日本就已经抢先偷卖了一波 所以其实现在到货都已经有点晚了 而且最近到货事实上也是大砍单 所以真正能够入手的机会 其实也不是太容易 这一次它总共推出两种版本 一个是一般版 一个则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 Lest Shooting Effect Set 就是最终射击的一个特效组 那如果是有机会的话 当然就是尽量收到完整 所以我就收了这个所谓DX版 那DX版跟一般版差别在哪里呢 其实它的正面包装是差不多大小 但是厚度会比较厚 那里面就增加了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就包含它的场景的地台 以及最终射击的一些特效件 那当然还有包含它的这个脚步的一些喷射的特效 还有手指的光束零件等等 那其他的内容物呢 基本上就是跟一般版是都完全一样 所以如果你并不是很在意这些特效件的话呢 那买一般版其实也就够了 好那么首先我们打开来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零件数还是真的蛮多的 那里面呢 首先你可以看到呢 它这边就有那种所谓的这个纯导线 那这次呢 它当然还是有很多这种大型的这些喷嘴 那特效件里面呢 它就会有像这样子 很多的这种透明的黄色的特效件 那这次比较值得一看的就是说呢 它还有这个手指的这个嵌入式的关节可动零件 那这个也是板带的独门技术之一 那同时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些爆炸特效等等 还有很多像大量的这种光束特效件 这太多我们都不一一看 当然还有很多内骨架的零件等等 那这一次呢 也有附了像这样子的胶贴 好又更多的这些特效件 内骨架爱装甲等等 那也有些透明件 还有像这个地台零件等等 那事实上有些地台 在其他的版本其实也都可以买得到啊 像这个地台都是有点骗钱 这个臭内容的一个这个感觉哦 好那最后呢看到它说明书 那首先呢看到的是本师这个彩页的说明书 那里面呢就有详细的介绍 所有的组装过程 以及它的比如说像这些贴纸的使用方式等等 那另外呢这个DX版呢它还有多了一本 那当然就是这些特效零件 以及地台零件等等 上面呢也是可以看到很多都打叉叉 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兼用 兼到一个很厉害很夸张的地步 好那我们就直接把它给组装起来吧 好的那么我们先组一半哦 就是先组到内骨架的部分 因为像RG版跟以前的AMG一样哦 就是全部几乎都有做了像这样的内垢 尤其是像吉永谷这种比较大型的机体 它的空间够大哦 所以呢它的内垢就会有很多细致的表现 那包含了像它的肩膀啊 或者它胸口甚至呢 这次最精彩就是它裙甲的部分 那不只是内垢哦 这些喷嘴做得很棒哦 包含像这些镂空结构 事实上也都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可以欣赏 那从开始组到这个程度呢 事实上大概也是差不多两个小时多就组完了 因为这次没有所谓的脚嘛 那当然这喷嘴它结构也是很复杂 可是呢相对于整个完整的脚步来讲 这个组装的过程当然会容易了许多哦 那事实上呢这个喷嘴的部分呢 像这个大喷嘴里面有六个小喷嘴 那它也是有很多很多的零件所构成 那包含像这个红色的部分呢 它就是用那种所谓的电线哦 这个绕成一圈 这个设计也是蛮有趣的 那事实上你做一个红色的零件 放在中间其实也是效果差不多哦 但这次就妙想天开 就是做了一个像是 这种可以这个有弹性的天线哦 坐在电线坐在这个中间 这些红色的一圈 那另外呢如果你仔细看 它群体风光哦 就是这些机械细节 其实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哦 那不过呢最后组装起来 这些细节其实也就看不太到了哦 那如果在这些结构之中呢 加一些金属红金属蓝 那我相信这些细节是会非常的好看哦 好那不过最后 当你把外装甲组装起来之后呢 这些细节就都看不到哦 所以呢这次就特别这个拍个影片哦 稍微记录一下这些精彩的内构 外装甲全部组装完成之后 看一下它的尺寸 头顶高大概14.5公分左右 不过事实上呢 它还增加了这个新的脚架 稍微垫高一点点 所以呢实际上它也差不多是13公分左右 跟同系列的初缸 或者是夏尔萨克的高度 其实差不多的 不过它的横幅当然是大很多哦 那所以呢 角只是装饰品 因为不需要角 光是整个机体的尺寸呢 事实上就在一年战争的机体中 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存在了 RG系列的设计概念 基本上是在尽可能忠于 援助设定的基础上 增加更多精致化锐利化的细节表现 比如说像头上的脚 就比原本的造型更加的锐利 那这一次呢 也是做得非常的细致哦 那当然在造型上就非常好看 可是呢 在把玩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因为像这种尖角 你只要稍微弄断哦 即使粘回去也就不回来 那同时呢 像它的肩膀的部分呢 也是增加了更多的线条转折 尤其是呢 在RG系列它会经常运用两种技法 一个呢 就是这种深浅颜色对比的零件 来呈现出一种巨大感跟存在感 那同时呢 它也增加了更多精致化这种叠件的内构 那看起来呢 就整个就非常非常具有写实的风格 尤其是像这个裙甲 这么大面积的一个零件上面呢 要怎么样去表现出 比如说颗线或者是里面的机械内构 也是在设计上呢 最大的美学表现的一个空间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它裙底风光哦 你可以看到这个造型非常好看 就像一个爱心一样 那里面呢 也有很多这种大型的喷嘴 那这些机械内构 当然就不用讲了哦 那连它的外装甲 这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这个裙子的边缘 都做这样齿轮纹这种细节的刻画 那这真的以前是只有高手才改造的出来哦 那这一次就直接是做到这个程度 那同时呢 还有前面我们看到的这些 这些内构的这些镂空件 那事实上呢 它是为了要跟外装甲这种叠件在一起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种深跟浅哦 就像这个天上繁星一样一点一点哦 以及这个镂空框架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哦 那这一次再加上这一个 新的这个起落架的设计 我觉得这整个在细节上面 也真的是一个美不生收 吉隆古的头部呢 也是它整个机体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之一 因为它的头部呢事实上它可以单体进行飞行哦 那包含你可以看到后面这边有个舱盖是可以做的打开 那下面这两个喷嘴的部分呢也是可以像这样子前后的移动 那同时呢它当然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设计就是呢 我们先把这个天灵盖打开 你可以看到里面的摄影机 当你把它放回去的时候呢 在转动脖子的时候呢 这个摄影机事实上会跟着联动旋转 就是它里面有一个齿轮会带动它 可以左右的旋转 所以呢你不需要去调整这个摄影机 只要转动脖子它就会转了 那同时呢它可以往上 但是往上呢被自己的这个结构挡住了 所以如果你要往上走的话呢 要先把这个头上零件先拔掉 然后呢直接用手去调往上 那调上去之后呢再把原本这个透明的外盖再放上去 这样就可以看到它的摄影机在上面哦 但是这就变成你要取舍啦 当你要往上走的时候这个零件就要拿下来 我觉得这个设计上也是有一点点微妙 好那接下来呢它的脖子的部分呢 它这边做成两段 一个是脖子本身可以上下转 好那当然左右转的空间也是300分速度可以旋转 那至于说呢下面这一段 这个领子的部分它也做了一个独立的可动 那但是呢它在左右这个扭摆的空间呢是没有的哦 所以呢这边是有也是有点可惜啊 虽然说往前往后的幅度是蛮大的 但左右呢就没有办法 做一些什么低头之类的这些动作 好那再来呢它的躯干的本体 事实上前后这边有四个喷嘴 这喷嘴也是蛮有趣的哦 因为当你在前后这个养身或是抬起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平常贴合在这边 但是呢你往上推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这上面顶起来 所以呢这边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联动机制 包含后面也是哦 平常贴合在这边 可是呢你往后推它就会自己往上把它顶起来 好那除了前后这一段之外呢 还有包含下面这一段 也是做了一个可动的旋转 而且这个部分呢它其实是做成这样子哦 我们稍微看一下 它是做成一段两段 这样两段式的结构 所以呢当你往上拉之后呢 它可以再往前 做出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结构 可动度上面会有比较大的延伸 但同时跟脖子一样 它也是只有前后这样的转轴 可是呢测向是没有任何摇摆的空间的 而至于下面这个柱状的部分呢 它也是可以左右的旋转 但是因为这个结构呢 它本身会有点卡哦 所以左右旋转的幅度也是蛮小的 尤其是当你把它整个推回去之后呢 左右几乎转动的幅度都不会超过20度左右 算是很小的 比较受限 那再来我们看到肩膀的部分呢 它也是做了一个这样拉出式的结构 所以拉到这里之后呢 你要往前或者往后 都有一定幅度的空间 那这个盖子本身呢 它是可以往上推 到这个程度 包含前面这一段 这个尖锐的结构 它也是可以有一点点弹性的幅度 那往上举呢 可以超过90度 然后再来360度旋转 当然也OK 但是呢 在转的时候就要 小心不要这个去把这个脚给撞断 大概做一个样子就好了 好 那上臂呢 当然也可以旋转 手肘的部分呢 它也是有两段式的可动 可以到这个程度 那另外呢 它事实上这边还有一个拉出式的结构 可以像这样子拉到这里 往前做一个延伸 那至于手 拳头的部分 手型的部分呢 虽然是这次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卖点 除了球体关节的连结之外呢 包含了这个手腕的肌底这个部分呢 它也是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轴 可以上下90度做旋转 不过这边有一点点硬 而且呢 它的这个所有的关节呢 事实上都是做所谓迁入式的关节 就是我们前面看到那个一体成型的结构 那每一节的手指都是可动的 所以呢 在造型的表现力上面 事实上是蛮丰富的 你要比个叶啊 或是比个中指啊 其实都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但是呢 它 我觉得这感觉上面也是 虽然说很紧实啊 但是呢 不知道玩久了会不会有脆弱的问题啊 这个在把玩上面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点啊 包含它的拇指也是 每一节都可动 那侧向也是都有一些旋转的空间 连结的肌底它是球形关节 所以整个这个灵活度把玩性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棒 我觉得这是 这一次吉隆古很大的一个卖点 好那看到下半身 基本上它就是 这个 好先把这个起托架先拔起来 好那这里面呢 也是有一些有趣的细节啊 包含它这大喷嘴的部分呢 我先把这拔起来 那里面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设计啊 就是呢 它在这个连接轴的部分呢 它做了一个可以上下移动的设计 而移动的方式呢 就要先把下面这个锁给解开 就可以去调整 切换这一段 就可以让它整个轴是往上 或者往下 去做移动 那在上下移动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个喷嘴 它就会位置上面 有一个微妙的调整 老实讲这个调整的幅度 并不是太大 可是呢 多了这个设计 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那当你往下的时候 你可以再把它给 整个扣住 这样就固定住 会没有办法移动 好这是在里面 做了一个小的按扣 那至于说 这些小喷嘴的部分呢 它也都是有做了 这个转轴一段两段 但是因为它结构呢 互相会有点卡 所以这个结构事实上 可动性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 这五个全部都是这样的状况 就是顶多呢 可以往后推一个角度 往后推个角度 往前 那至于左右的空间 真的就不大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至于说 煤片裙甲呢 它事实上都做了 一个球体关节的连结 而且这个球体关节连结的基底呢 它还有做了一个转轴 可以上下做一个调整 那当你拉到下面去的时候呢 可以把这边有一个小的按扣 就可以把它给 卡扣把它扣住 好 那整个就非常的稳固了 不然侧向也是如此 它也是做了一个 里面有两段式的关节 可以上下的做移动 那同样可以把它给固定在这里 不然下面 后面这一段也是如此 也是一样 在里面这边有一个转轴 再加上一个球形关节 所以这边可动幅度 都会比想象中来得大 那最后这一段也是如此 所以包括这总共七片的裙甲 都是做的可动 好 那所有的关节都做得不错 就有一个地方稍微比较不紧 就是呢 它的腰部这边呢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柱状 那可动度既不大 而且呢 紧实度其实也是 并没有太理想 我觉得它在 可动关节上面 唯一的弱点就是腰部 如果它能够做成那种 这种活筛式的 好那种 有点像猎魔刚才那种风格 那做得更夸张 我觉得这 就会让它整体更加分 但可惜 这次就只做到这个程度而已 而这三个脚架的部分啊 事实上它也都是 做了可插体式的 把它拆下来之后呢 它的这个基底的部分呢 还可以把它给装回去 好那这就是一个插体式 你可以选择呢 是像这样子 直接装在这里 还是呢 变成是像起落架 包含像前面这一段 也是如此 当你平常收起来的时候呢 就是只要这一片 把它给装在原本前面这个位置 这样就OK了 好这是它 也是算一个小细节的设计 那最后一个小地方就是呢 它的地台 那因为平常呢 如果有脚的话呢 当然就不需要地台 可是因为呢 它没有脚 脚只是装饰品 所以呢 这个地台就变得格外重要 它有两种连接方式 一个呢 是它有增加了一个像这样子的连接键 可以直接把它给装在这个位置 好就可以直接固定住 好像这样子就可以把它给站立起来 那同时呢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我把这个拿起来 这个是它的圆柱形的连接点 那后面这个盖子呢 事实上它可以像这样子拔起来 就会露出一个六角形的结构 那这时候呢 调整一下它的角度 像这样子 就可以把它给装在这里 好那这就可以去做一些 比较夸张 这个裙甲往前的动作 整个造型上也是会非常的好看 吉永谷的手呢 还有一个蛮有趣的设计 就是呢 它可以发射出去 但是它发射出去的过程呢 它是中间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传输线 所以可能在一年战争的时候 还是科技比较初期的时候 就有这种有线式的攻击 到后来就变成WiFi 无线式或蓝牙连线 那它连接的方式呢 它在里面有一个像这样的小洞 就可以利用这个包胶的铁线 就直接把它穿过去 像这样子就可以做出一个发射的状态 但是呢 这个如果你悬在空中的话 事实上它没有什么支撑力 就整个会掉下去 所以它里面也附了一些像这样的小型支架 那你就可以利用这小型支架 在这里它有一个连接键可以插在 把这个拉开之后 这边有一个小的一个卡槽 就可以把它给插进去之后呢 像这样子哦 就可以进行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连接 就可以固定在这边 那接下来就看到DX版 它最大的卖点 就是呢 它有大量的光速特效键 这个大概也是有史以来 光速特效最多的一个套件哦 那里面呢 我们先从小的地方开始看起 首先呢 这两小片是做什么用的呢 那它事实上呢 是要装在它头部旁边 这两个小耳朵 帮它装上两个小辫子 那整个就造型上非常的可爱 变成一个像 往上飞的一个推进器 那当然这个前后 也可以做一点点的摆动 不过呢 它连接的方式 我觉得并不是很稳固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那同时呢 这个头它还有 两个东西可以用 就是呢 有一个短的这个小嘴炮 好像这样子 以及呢 一个大的 长的大嘴炮 好像这样子 但是这两者呢 它并没有办法直接插进去 因为这个洞呢 它只是一个装饰的一个造型 并没有办法呢 连接在这上面 那怎么固定呢 事实上在前面这边呢 它有一个小洞 那所以你可以用支撑架呢 把这个固定住 那另外一边呢 是固定在它头部呢 像这样 两个支撑架都可以把它固定起来 就可以发射嘴炮了 但比较可惜的就是呢 不能插入 这个爽度上面还是有点影响 好 那再来呢 看到它手的部分 首先呢 我们先把这个手 整个拔下来 好 那五根手指头 事实上每一根手指头 都可以发射手炮 手指炮 你可以把这个光速特效件 它总共有十个 左右各有五个 好 那光是装上这个手指炮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整个气势上呢 就跟原本的造型就差很多 整个造型上面呢 看起来就 哇 超厉害的 一个指甲留很长的感觉 那同时呢 它后面这边呢 还可以再装上这个喷射特效 好 那当然后面这边也可以拉开 整个造型上呢 就比原本 在收纳形态之下呢 就气势上面增加了好几倍 我觉得这是 这次感觉上面最爽的 为什么要买特效件 就是只是贪图这种 一时的爽快感 我觉得这真的很棒 好 那接下来呢 就看到它的裙底 那这总共有五个小的 好 我们就先把它装起来 像这样子 就直接插在中间就可以了 好 总共五个都把它插上去 但是这五个小的光速特效件 大家有没有觉得 有点眼熟 那事实上跟之前 NU鋼弹 RG NU鋼弹的那个 异状感应泡的喷射特效 是一样的 那所以前面这边有两个小的这个洞连接点 那所以呢 在造型完整度上看起来会有一点点奇怪了 就是怎么会有两个洞在这边 但是这也没办法 因为B财团就是这样嘛 零件用过来用过去 虽然说它在RG版的NU鋼里面也有 但事实上它在另外的单独特效的配件包也可以买得到 那就看没有办法 在这一次里面呢 为了要让它重现这个完整的喷射特效呢 这个也是无可避免的哦 好那同时呢 前面这两个它总共有三个小的插销 就插在这六个洞里面随便选三个 把它给对齐插进去就可以了 好那有了这六个 这七个喷射特效件之后呢 整个造型上也是真的酷非常非常多哦 因为所谓脚只是装饰品 所以呢 如果在没有脚的状况下呢 脚底下裙底空空的看起来也怪 那这一次呢 增加这七个喷射特效之后呢 整个在这个造型的表现力上面 确实是提高很多哦 那尤其是呢 它都用透明件来表现 所以如果是有LED达人的话呢 可以装灯来让它整个发亮 我觉得那个整个爽度会提高更多倍哦 这个大家可以不妨可以挑战看看 DX版之中还附了一个像这样的零件 那主要是固定在手掌内侧 像这样子 可以提高这四根手指头的保持力 那即使你长久摆放哦 也可以维持一个金枪不倒的状态 这四根手指头不会很容易就软掉了 这次DX版之中呢 还有很重要的配件就是呢 为了重现最终涉及名场面的 追加的一些场景组 和一些替换零件 那当然它主要是针对同系列 就是RG版来设计的一些替换件 比如说呢 脖子这边有战损件 以及呢 它的左手的部分 这边也是一个战损的零件 那包含它手指握枪手 也是重新的在开模 那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呢 它带光晕的这个光束枪的特效 那当然呢 它是针对RG版的开发的哦 可是呢 事实上这个特效件 如果你把它套用在 比如说像这是 HG Beyond Global 我们试试看 其实也是可以用的哦 那以及呢 这个针丹的Origin版 其实都是OK啦 因为它的造型结构很简单 就是直接把它套在枪管上 所以呢 这几个都可以做一些替换 好那么最后呢 我们就来试试看说 怎么样 真正的来重现 这个所谓的最终名场面 到底要怎么做呢 那这部分呢 就不只有RG的出钢 那同时呢 要拿出钢材这一个 啊 G Beyond Global的头部 那当然你可以直接把它给 好像这样这边有一个 这个固定指甲 造型很奇妙哦 为什么呢 因为它就是要连接很多东西 包含这个头本身 直接装在这里 那你就可以把它给插在 我们把它稍微调高一点点 把它给插在 好像这个位置 这样子 好 再拉高一点哦 有点看不太清楚 好 像这样子 那它就可以重现一个 这个最终设计的一个状况 那同时呢 它还有附了一个像这样子的零件 那这个零件呢 它怎么用呢 这个就要把上面这个部分拆掉 把这个头的部分呢 包含这个结构 都把它给拆起来 因为它就是要重现 在设计的过程中呢 射到它耳朵掉下来 所以呢 要把上面这一段的光速特效拔起来 那再把这个呢 装在它的耳朵上 好 像这样子 然后呢 再把它原本这个角呢 再装回去 好 这样子是不是感觉 好像是耳朵被射到一个爆炸的样子 那另外一边呢 就把它给装在 原本这个射击特效上面 OK 好 那同时呢 它还可以重现 它一边呢 被射击的一边也是发射嘴炮 那这个嘴炮呢 就可以利用这个支架 把它给装在这里 这边有个小洞 把它给插进去 好 那尽可能的去调整 让它的这个嘴炮的位置呢 能够靠近 这个光速键 那就变成呢 这个出钢往上射 然后吉翁呢 吉翁骨往下射 就互相射来射去 也是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名场面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RG144分之一 吉翁骨的简单介绍 在小比例的尺寸之中 透过深浅对比的成型色 和精密内构 营造出巨大的存在感和威压感 造型设计确实是令人非常惊艳 将一年战争最终魔王机的气势 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实光是单体版本身就已经很好玩了 但是如果少了手指泡和喷射角 感觉上还是不太过瘾 而最后射击场景组 虽然说实现了梦幻名场面 但背景地台也是拿现成套件东拼西凑 最后剩下了一大堆用不到的沙漏件 感觉上还是花了不少冤枉钱 整体来说 这次的RG吉翁骨 我还是非常的推荐 预算够的话 可以直接升级DX版 不过目前日本疫情大爆发 产能严重不足 据说这次砍单砍得超夸张 想要第一批就入手 难度还是蛮高的 虽然说我们平常一直在酸B财团 但是还是希望 白带的社员们平安健康 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酸还是要酸 但就算被砍单 我还是会乖乖买单的 谢谢大家